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关一身轻 逍遥自在 也很快活 然而事实上 穷人多是苦不堪言 富人多是烦恼无边 真正快乐的根本没有几个 快乐是一种感觉 是内心的感受 快不快乐不取决于外部环境 而是内心的心境 所以 到底是富人最快乐 还是穷人最快乐的答案是 一个人穷要有穷的快乐 富也要有富的快乐 这才叫真正的快乐 一 安平乐道 难能可贵 论语子曰 闲灾回也 一单似 一瓢饮 在漏下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孔子是说 闲灾真贤良啊 吃一小筐饭 喝一瓢水 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 别人受不了这种贫苦 闲灾却不改变他行道的乐趣 闲灾真是贤良啊 君子谋道不谋时 不因为物质条件低劣 而忧愁丧志 闲灾做到了 在实际生活中真实地表现出来 孔子赞美他 认为他有资格成为贤良 闲灾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 不但不忧愁 不觉得苦 反而生活得十分快乐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他所乐的是内心的人意 礼乐 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孔子只主张安平乐道 并没有要求大家乐平 乐于贫穷 好像有消极的不争气的味道 安于贫穷 表示不反对富裕 也不以富有为耻辱 完全没有反复仇富的念头 一个人在穷困的生活当中 仍然乐于行道 不觉得困苦 实在是难能可贵 孔子的意思并不是鼓励我们过延回那样的生活 而是激励大家 学习延回安平乐道的精神 由仁义礼乐而来的乐 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由不断的修养而得的 我们如果想要效仿 只要努力修炼自己 人人都能做得到 蔡里旭老师说 为德学为才艺 不如人当自立 所以为人父母假如把德行摆在前面 当然就能树立很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给你的小孩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气 所以懂得不要把人生只是当作不断追求物质的享乐而已 假如为人父母都把钱摆在第一位 那交出来的孩子也会把什么当作第一位呢 钱 重力轻什么 轻易 到时候他跟谁抢钱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那我们也来思考一下 真的对饮食 对衣服 甚至于居住 所有物质享受真正获得了 人的人生真的好吗 假如一个人真的一生都追求物质 然后他确实很快乐 那我没有意见 我也成全他 也鼓励他 可是问题不然 真正完全追求物质的人 他的内心非常空虚 常常跟人家攀比 比来比去 看到人家又买新车 自己内心难受的不得了 真叫自寻烦恼 自讨苦吃 所以我会跟他们说 我说买一件很贵的衣服快乐多久 一分钟没那么惨 快乐三天 可能那个卡刷下去 那个月的薪水去了一半 所以快乐三天 痛苦多久 痛苦一个月 而且买回去 明天马上就穿 穿到公司里面去 跟同事说 你觉得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假如遇到比较糊涂的 有吗 有吗 你在那里气得半死 我花这么多钱 你都没有发现 那就没有乐了 还有苦 因为苦于别人有没有看到我 时时都在患得患失 所以这种乐叫坏苦 就一下子而已 之后就是苦受了 所以人追求的乐都是虚幻的 不真实的 什么样的乐才能让一个人非常欢喜 非常充实 而这种欢喜是从内心散发出来 哪一些乐 行善罪乐 还有提到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成长的喜悦 这都会让你 伴随着你一生 有无穷的发行 由此可见 我们千万不要把物质享受 令人生追求的第一要事 二 福慧双全 快乐无灾 其实 穷的日子要快乐比较容易 富有的日子要快乐比较难 一个家庭没有钱的时候 尽管是贫贱夫妻摆施哀 日子很难过 但是最起码不会发生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倒还蛮安分的 因为他们找生活都来不及 根本没有时间去懂歪脑筋 凡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现象 都是从富裕的家庭里面产生的 人要安平固然难 但是安享富贵比安平更难 所以 孔子一再告诉我们 安平乐道才是人生最愉快的 孔子不是鼓励我们过穷日子 不是担心我们有钱 他只是提醒我们 富贵是可以的 但是 要先做好春分的心理建设 《易经》中的大友挂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富而有理 富而能人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富慧双全 既有福气又有智慧 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 什么叫做大友 他有四个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 有功 而不是有私 现代人一想到大友 就能想到最好都是自己家的 最好统统进到自己的口袋 这个是不长久的 第二 有智 有智慧才知道真正的大友是什么 真正的大友不是物质的享受 物质的享受只会危害健康 现在稍微有一点钱的人 肚子就大起来 因为吃太多了 稍微有一点钱的人 身体就不好了 基本上都有三高 三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质 高血糖 以前没有钱的时候 根本听都没有听过 什么是三高 第三 有人 就是有人心 就是把别人当做人看 第四 有责 就是要有一定的原则 一个人做人没有原则 那么这个人大事又非常危险的 当一个人知道了怎么用钱 再去赚很多的钱 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变换 当一个人对钱根本没有概念 关于怎么用钱也没有原则 突然间得到一大堆的钱 十有八九都会遭殃 这些都是现成的事实 我们不要忽略 金钱是对人最大的考验 如果把金钱当做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 财富就成就一个人 但如果把金钱当做人生追求的目标 财富带来的不是快乐 只能带来灾难 三 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俗话说知足者常乐 可以说现在人所有的痛苦 皆来自于贪欲 不知足 道德经理说 故知足不辱 知之不殆 知足就是寡欲 一个人只要知足 只要寡欲 做任何事情都适可而止 就不会招来无谓的侄辱 若是不断地向外去追求 那么就叫做不知足 欲望产生在我们的心中 心中满足了 你就觉得一切都很幸福 心中只要不满足 你就非常痛苦 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 本能以外的要求 反谱归真 这也就是老子所讲的知足之足 为什么因而肯快乐 因为他没有太多要求 不烦恼 不会睡不着 反谱归真 返回婴儿的状态 就会觉得很满足 因此我们才主张知足常乐 但是前提是要先闷心自问 我尽了力没有 如果尽了力了 就会问心无愧 只要问心无愧 再穷再苦 也能自得其乐 所以孔子还告诉我们 要随遇而安 有钱了 可以安心地过有钱的日子 受穷了 也不必羡慕别人 不偷不强 也很安足地过自己的日子 所谓安足 就是虽然外在的种种条件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会让自己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过得更好 这样才叫安足 总之 人应该没有条件的快乐生活 换句话说 快乐生活不需要有条件 穷 有穷的乐法 富 有富的乐法 有机会升官发财 有升官发财的乐趣 没有机会 也应该有自己的乐趣 快乐 是一个人自我心态的调整 而不是外在的条件 因此 一个人若真能做到知足 知之 随遇而安 享受当下每一分每一秒 一定是一个通达的人 就会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和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此目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